美国总统拜登 缓步走向白宫演讲台 神情肃穆 因为他这一次要针对 掀起美中外交危机的 中国间谍气球 以及三个高空飞行物 首度发表演说 拜登寻求与习近平对话 试图厘清间谍气球真相 也希望能借此缓和美中紧张局面 尽管如此 拜登也在演说中 态度强硬 对北京释出严正警告 紧接着拜登谈到了 继中国气球后 另外三枚在美国 以及加拿大领空 极弱的高空飞行物 由于残骸散落位置 地势险峻 美军打捞船队 目前还没有捡回所有的碎片 不过美方初步调查显示 三枚高空飞行物 可能都是气候或地质研究用途的气球 属于民营企业 演说最后拜登话风一转 转回美国民主与共和党议员们 更在意的中国间谍气球 侵犯美国领空一事 拜登此话一出 为了就是要警告北京 美国主权与领土 绝不容侵犯 只要挑战美方极限 势必遭受强力回击 除了拜登外 美国国会参议院 当地时间15日 也无意义通过两项 谴责中国侵犯美国主权的决议案 表达强硬立场 但却马上被中国外交部批评 是在操弄政治以及恶意炒作 与此同时 中国16日又声称 在河北石家庄机场上空 发行一颗气球 还一度进行空域管制 让美中气球风波 继续吵得没完没了 华语新闻谢中月 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